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寒症 舌苔白的,旁边还有齿痕 这是最典型的,好,谢谢你 那可以趴着 这个就严重了,真的是严重 连趴着都不忍,那趴着他心,碰到他就很痛 这里痛,好,太好了 这里也痛,好 我现在在推拿他下面,也是左侧 这里痛呢?痛,痛 这里也痛,这里痛吗?痛 这里也痛,这里呢? 强,强一点也痛 那到这里呢? 这里就比较不痛了,对 因为刚刚,侧面的时候,这里常常按不大道 这样我就变成很容易按道 这里痛,那一般心脏有问题 我认为整骨下一定要处理 等一下我再说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他会心脏没有力 会影响到脑部的一些脑缺氧的问题 那整个筋也会奔紧 所以等一下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顺便把整骨下眼也处理 那他整个头脑也会清醒一点 这里这么痛,好,我轻一点 这样可以吗?好 好,这样可以,好 记得一切刚开始都与患者人接受的力量 不是你高兴怎么样大力就可以 好 好,我帮你慢慢摟开 好,我帮你慢慢摟开 没有 也稍微,对不对 颈椎,对 一般以我的经验 心脏出问题,常常这里会紧奔 等一下我讲课再跟各位分享 这里很痛 来,我慢慢帮你摟开 因为刚刚这里都没有摟到 所以轻轻一碰他就很痛 我先帮你轻一点,这样摟开 你不用紧张 你就照我的力量,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知道这里很痛 对,感觉是不是比较松了 你慢慢起来,没关系 给他慢慢起来看看 看看他现在的那个感觉 给他自己来 我好啦 阿乐夫,他属寒症 所以救起来,症状解除了 就赶紧让他的筋继续在松的情况下 他不会有问题 那以后就是,平常就是 保健或治疗就是从脊椎两侧 现在人是不是很舒服 谢谢老师 不会 太好了,太神奇了 现在已经好了 刚才症状是 我虽然那个没有表 但是我这心跳可能最少120下 一般正常的心跳应该是 72 72下 嗯,所以我就感觉那个心脏 就是好像像万一突出来一样的 蹦蹦蹦跳 然后,嗯,我就还怕耽误大家上课 耽误老师 我就是,嗯,到最后下课的时候 看到我给我吃一下 没想到 我妈讲得很好 谢谢大家 很好 我妈妈